入口既柔软又脆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拌三丝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这个三丝香菜蒜一丝 然后就是干豆腐 这样切一下 8公分长的丝 这个长度 这是三毫米宽的丝 好了就这样 加入凉水 加入干豆腐 这个葱丝呢 这种啊 里面是个大挺子 这样切 稍搭点鞋 不要看它带挺 关键这个葱板和葱丝特殊的脆嫩 粗点就粗点 关键 提这个生葱 这种鲜辣味 非常开口 刺激食欲 春天天呢 就是那个发芽葱 和这个口感差不多 比如说 这个葱没有这种葱 圆葱也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好了 这边呢 我们再切一下 土豆丝 切上两刀 土豆放上 不乱晃啊 或者你不愿意切呢 直接就是 插菜板插 都可以 像火柴杆 出细 就可以 一定要多洗上两遍 下锅打个抄 这样的话呢 不粘锅 不粘汤啊 再切上点 胡萝卜 切上个十克 八克的就行啊 不要多 就是这个颜色 好了 放到这儿 待用 现在在锅里 撒焯 煮至了 六分钟 现在 用冷水 把土豆丝 下锅 别盖盖啊 让它开锅 就捞出 时间不能长 要求这土豆丝 必须要脆 才好 必须要开锅 比如说我刀工好 我切的这个 土豆丝 像牛毛一样细 下锅就得出了 那个活我都干过 那是不可以的 必须要开锅 不开锅 就生 生土豆丝味 现在看一下 这样 把这个水分 自然 瀝干 不要蒜 保持它的脆度 干豆腐 土豆丝 土豆丝 香菜 放里面 剁成黄豆粒 干黄豆粒 大小的碎 盐 少许一点 盐 少许一点味精 老陈醋 加里 一两 生抽 放里 10克 我这儿呢 有这个材料油 材料油 或者不放材料油 材料油呢 放 香油 都可以 可以 这个菜 尽量啊 不加辣 这样 上下抖了开 高一点好看 有食欲啊 好了 朋友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菜 入口呢 既 柔软呢 又脆 突出的 那个 葱 生葱的那种香味 今天呢 这道菜品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